爆料大會來啦 是的 出外靠朋友 男子漢的帥哥正妹來爆料 喔喔 這個會 其實我們之前有玩過 但是 朋友會覺得說 哇 你的那個朋友好正喔 想要認識一下 也算是另外一種的聯誼 我跟你講現在呢 這個很多百分之九十的人 會結婚呢 都是朋友介紹 喔命的 就是朋友的朋友 朋友的朋友 是最好講很多 我也是出去唱歌 朋友的朋友 所以吃飯朋友的朋友 但是比較尷尬的部分是 當你跟他正式交往的時候 他就跟你講原本 他那個好朋友的壞習慣 喔 對 所以呢 以這個男子漢來說 現在的形象都很好 很清新 但是私底下 有什麼不為人知的秘密呢 就要靠他們這些朋友 讓我們知道 欸 對 那當然呢 今天呢 又請到我們這個 我們JPM的好朋友 好了 來擔任嘉賓主持 喔 嚇死我 嚇死我 先聽聽他的聲音 來 來 JPM的好朋友你好 哈囉 大家好 唉唷 那你 你要 你今天要抱誰的料呢 啊 我要抱王子的料 很好 我就會贏了喔 王子他看起來就很帥啊 然後乾乾淨淨的 他平常其實是怎樣 講清楚啊 是拉搭鬼嗎 沒有 因為我覺得 就是王子給我的印象就是 他在人前都會裝的一副 自己是大帥哥 然後拍照 有點都是同一個角度 對 我一直以為他就是 又帥又會運動 沒想到 其實我覺得 他是一個很愛 講黃色笑話的人 喔 喔 私底下愛飛黃腔 你太晚認識他了 真的 真的喔 好 好啦 算是 承認嗎 算承認 承認 承認 那你要不要先講個 喔 不要不要講黃腔 不要 好啦 我們來看看這個 對爐山正面膜 歡迎 姚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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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美 真寬 你覺得你們女生會愛聽嗎 其實女生愛聽 好愛聽 真的是愛聽 不要不要 就是一直愛聽 不要不要聽 哎呀好色好色 好害羞 然後笑到翻過來 對 其實女生還蠻喜歡聽 就是帥哥 對 帥哥講黃色笑話 會 是這樣玩 然後 每個朋友他好的成績 然後朋友正常 對呀 好的程度 那個外人都不知道 很難去定義那個東西 所以呢 等一下